哇 好好吃喔 一秒了 一秒回台灣 雖然只是一顆菠蘿麵包 卻讓資深僑胞等了18年 為了搶吃這正統台味 差點引爆台韓家庭革命 進去跟職業是一起的 那我就想說 那我就不要放棄 那來這邊 然後繼續就是延續 然後也可以讓韓國人 存在韓國吃到台灣的口味 台灣麵包糕點天氣日系 柔軟清爽 不甜能力 正好韓國掀起養身風 這款芋頭卷就成了 風靡韓虎的主意 排骨飯 牛肉飯 牛肉麵 小菜醬料都很台灣 甚至整個冰櫃都是台灣盡口飲品 就因為口味很道地 在台橋圈瞬間爆紅 韓國麵包都像法國麵包一樣 是比較偏干液的口感 但是有台灣的年輕師傅 在韓國開店 首座台式菠蘿麵包跟芋頭卷 不但帶來熱潮 還差一點點讓台韓家庭掀起革命 今天有什麼 我們今天有古早味蛋糕 然後還有台式馬卡龍 然後布丁卷 芋頭麻吉跟杏仁豆腐 還有這個 起司這個 店舖小小一間 最近麵包店 卻是廣大韓國台橋的心靈慰藉 哇 好好吃喔 一秒 一秒回台灣 雖然只是一顆菠蘿麵包 卻讓資深僑胞等了18年 為了搶吃這正統台味 差點引爆台韓家庭革命 我老公很喜歡吃他的芋泥蛋糕 非常喜歡 然後半夜有一次 就是那一次他們幫我訂了一個 生日蛋糕是芋泥的 然後他半夜我看到兩點沒有睡覺 我想起來上廁所 怎麼有個人蹲在冰箱前面 在那邊挖芋泥蛋糕 我就常常就藏在家裡的某個角落 然後趁老公去上班的時候 把他拿出來這樣 這個時候就台韓情節就出現了 比足球還是那種比賽棒球那種的 對 我們這時候就是不能輸 我當初是因為就是 在台灣做的有點職業倦怠 然後我就想說 那要去別的國家看看 對 然後那時候剛好有打工度假 我那時候因為來的時候 然後就認識我現在的老公 年輕的老闆娘其實已經在台灣 累積了十年經驗 曾在五星級飯店跟餐廳擔任師傅 擁有一技之長 其實遠駕韓國也能大展身手 興趣跟職業是一起的 那我就想說那我就不要放棄 那來這邊然後繼續就是延續 然後也可以讓韓國人 吃在韓國吃到台灣的口味 這布丁也是我們自己做的 就是台灣的布丁 紀州島的 台灣人 對 然後也有南部的湖山 就是比較鄉下 他們沒有辦法來這邊來嘛 對 那我們就會在臉書開團 對 開團購 然後他們就會就是 團購的時候就會訂麵包 韓國麵包口感 偏向乾硬的法國麵包 糕點則是甜死人不償命 台灣麵包糕點天氣日系 柔軟清爽不甜不利 正好韓國掀起養身風 這塊芋頭卷就成了 風靡韓國的主力 新開發了菠蘿麵包之後 他就買了 然後他一次 他那時候只是就先買了 三顆回家就吃吃看 結果他後來吃他覺得超好吃 他後來跟我下訂 就是有100顆這樣子 你要吃很甜 很膩的韓國口味的話 那其實你到別的 甜點店去買就好了 更韓國人的店更道地 那既然我決定我要做 台灣的口味 那我就要堅持我自己的 才有差異化 對 現在品項越來越多 有時客人還會開菜單 如果他不會做 就打電話回台灣 找師傅隔空教學 有些原料 還是得自己想辦法 因為有做鳳凰書 那可能之後 我們中秋節也會想說 做一點那個蛋黃書啊那些的 那需要用到鹹蛋黃 那沒有的話 那我們想說那好吧 那我們就自己做 我們就自己醃蛋黃 他未來要擴張店面 打算開發更多台灣口味 所以征服韓國人的胃 我以前完全不會煮菜 對啊 我以前是 就是 茶來生手飯來沾口 對啊 我以前只會煮咖哩飯 過去在台灣 鮮少進廚房 現在娶了韓國太太 竟然自己開店 洗手做跟湯 取名為台灣歐巴 主打正統台灣料理 韓國人其實也滿喜歡吃炸豬排 但是他們的炸豬排 是一定要沾醬 但是我們這個有醃過 不用沾醬 我覺得還滿特別 也是一個 就是可以導入的點這樣 排骨飯 滷肉飯 牛肉麵 小菜醬料 都很台灣 甚至整個冰桂 都是台灣進口飲品 正因為口味很道地 在台橋圈瞬間爆紅 台灣的滷肉飯 通常會加豬皮 讓它糕糕這樣 可是加了豬皮之後 會 其實我自己是吃不太出來 但是我老婆都吃得出來 他說會有點豬肉的腥味 好吧 那就退了球體室 那就是我做的比較隨一點 我只做能接受的客人這樣 然後不能接受就比較不好意思 霸氣堅持台味 雖然難點調整 但是比例降到最低 她的太太就是最好的試吃員 還能發掘兩國美食的共同性 有一次也是我老婆 她就是想說 那個芒果啤酒 其實直接喝滿甜的 而且又沒有什麼酒味 加加看燒酒加進去 就是看有什麼感覺 結果還不錯 他們對台灣的味道不熟悉 他們可能想要來試試看 或者是說 那個要去台灣之前 他要先來試一下台灣的味道 有人專程從釜山來嘗鮮 更多人是去台灣旅遊或念書前 先來體驗 老闆也樂於充當導覽員介紹台灣 但是有一群饕客 竟然是為了漫畫灌籃高手而來 三井獸在韓國的名字叫 穹鐵曼 然後剛好跟我的那個 台灣老爸 鐵曼老爸 發音是一樣的 所以就是之前蠻多灌籃高手 尤其是三井獸的粉絲會老 其實我也是那時候才知道 即使台韓距離不遠 但比起台灣風寒流 韓國近年才掀起台灣熱 通過美食的影響力 讓當地人更快認識台灣